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決戰主流 那麼大盤今天壓低到8100點再拉起來 很多投資朋友你最關切的是什麼 馬老師 這個盤止跌了沒有 8100是不是底部 很多弱勢的股票 見底了沒有 先想想看 大盤走勢 我知道現在很多分析 告訴你權利做多 大盤跌了376點 趕快用力買 但是你會發現一個重點 為什麼11月1號 大盤衝上8476喊多的 跟今天喊多的同樣一批人 結果指數回檔了376點 個股價差差了11月一大段 同樣一波還是在喊多 你高檔避開了沒有 第一檔我昨天節目上還特別告訴你 第一段第二段節目我都特別跟你講 弱勢股票你不要追空 我昨天把玉金光回補 你看看 3406的玉金光 我昨天回補 你今天還在追殺還在追空 是不是你會賣到低點 但是關鍵的重點 你看到了包含了新巨科 包含了玉金光 這些弱勢股彈上來了 第一個重點 馬老師 這個盤是8100點 還有這些弱勢股 最弱勢的這些電子股反彈 落底了沒有 真的落底了嗎 我告訴你我的答案 有一些是落底了 但是有很多大部分的還沒有 不要隨便去摸底 我們做放空的 可以先獲利落單一次 但是我先告訴你 不要自己隨便搶短 自己隨便去摸底 因為現在市場上 今天跟你講多的 就好像在11月1號8476的時候 8476 11月1號 我告訴你快閃下探 到今天8100點 376點 如果今天很多的 跟11月1號 很多的內容理由是一樣的話 那這一段跌下來 不是都套牢376點了嗎 當初我告訴你的節奏 來 仔細看 盤面的升一 金融傳產齊跌 8476金融傳產是齊跌的 電子是撐住的 你看看今天的盤式 為什麼 馬老師今天電子股市漲沒有錯 傳產金融跌 控函指數的塑膠股跌 汽車股跌 金融股跌 這些傳產股跌 金融股跌 跟11月1號的結構相不相同 我講這個你大概就瞭解 如果說要講指數的話 我再給你看幾個重點 來 第一個重點 大盤指數 有沒有 9月30 8137 大盤 我不要說這個地方是 季線已經跌破了 半年線8136 8137 8136 為什麼沒有站上去 然後收盤8134剛好跌破 控盤很高竿耶 這個盤式即使在反彈上來 你認為季線會不會立刻再回去 如果不會站回去的話 外資會怎麼做 很重要耶 這個盤式結構裡面 不要說我講 你今天看到國際股市反彈上來的時候 你知道是美國今天晚上 新的FED主席葉倫呢 他要做一個任命聽證會 市場對他QE是一個鴿派的期待 但是 看幾個重點 來 葉倫上台這些能改變嗎 能不能改變 我現在還是跟你講說 接下來還是會有黑天鵝即將出現 你相不相信 你可能會認為說 馬老師 反彈上來 很多人說用力很多耶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8476他們也是很多啊 今天8100點也是很多 問題是8476你如果沒有出股票 今天的低點8100點 你能買股票嗎 關鍵來了 昨天我說我幫投資朋友 有沒有 我幫投資朋友 很多投資朋友來電話 抱歉耶 為什麼我告訴大家 這一段我從8476避開來 我昨天去捕玉金光 又對了 關鍵點 我點幾個重點就好 做多的分析 仔細聽好 是誰到底在掏空美國 讓美國舉債突破了17兆美元 赤字為什麼持續擴大 QE 夜輪上來不可能更寬鬆吧 赤字持續擴大 美國的舉債能夠無限制的往上去推嗎 當然不可以嘛 這個舉債是債留子孫 怎麼可以這樣做 17兆美元了耶 幾年的GDP啊 這種情況之下 我說關鍵在赤字持續擴大 最新公布出來 10月份美國赤字920億美元 920億美元 每個月的QE印鈔票也不過850億耶 QE850億還不夠印 你說縮減會好嗎 這個觀點我點到就好 甚至你再看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有沒有比前天大 為什麼大盤 不要說今天沒有比前天大 這5天 11月8號到現在 連續5天成交量低於10日均量 聽得懂你就聽 會員朋友你去看我的傳真稿 有完整的分析 我再跟你講一個重點 外資昨天賣84億 今天賣59億 季線季線 很多人跟你講說季線是中長期的支撐 季線連續跌破4天了耶 你看看這條黃色的季線 1234連續4天 連半年線都失手 季線連續跌破4天 外資為什麼加速的賣股票 期貨指數的避險單位越來越大 16000多口耶 很簡單 還記不記得11月9號公布出來 MSCI台股遭到三降 包含了亞洲日本除外的指數 新興市場指數 全球指數 在月底全部要調整 外資會怎麼做 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 昨天補玉金光 我今天補高利補正興 回補完以後去放空高檔的股票 這就是我的操作 我昨天節目上跟你講得很明白 當初我們看不好的玉金光 有沒有 不要說上面啦 這兩天當時所加入的新會員 空玉金光 殺到跌停板 然後呢 昨天我公開跟你講 玉金光市價回補 有沒有市價回補 再轉空 是不是 你知道是哪一打 玉金光我昨天89.3 這個價格附近 12點過後 89.3附近 我告訴你回補 收盤還跌下來喔 你看看今天的玉金光 我昨天告訴你說我回補 還不是補最後的收盤點跌停喔 今天還有壓回來 漂不漂亮 甚至我昨天開盤前放空的高利 今天補 昨天轉一根停板 今天再殺下來回補 你看看 高利昨天開盤前市價放空 空在這裡 然後呢 昨天跌停板 現空現轉 有沒有 會員還有昨天剛加入的 你這兩天加入我的會員 去放空 有沒有大勝 你看到昨天 真的殺到跌停板耶 怎麼可能 昨天的盤勢是尾盤才殺下去嘛 昨天早盤還不是紅盤紅盤的嗎 殺下去 空 跌停 你參加會員有沒有這種經驗啊 不要說什麼今天又在喊多的股票 我昨天節目上這天我一直告訴你一個觀念 做多做空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是做價差 我代會員是要賺絕對績效 不是說今年一整年結算以後 我告訴你我剩大盤幾% 大盤從去年7699到現在 真的漲沒幾% 但是大盤到現在 今年8個波段 4600多點耶 你賺了多少 這個情形 今天盤勢裡面 為什麼我告訴會員10點52分 市價獲利回補 10點52分 市價獲利回補 沒有再回來了 是不是 昨天放空跌停 今天壓回來再賺 昨天7%今天2% 有沒有這個價差 我告訴你說你做多做空 其實你不要去主觀的認為說 好像做空是怎麼樣 做空我們只是一個交易的目的 要賺價差 我們在投顧解盤分析裡面 我也不會說一些影響行情 把指數喊到哪裡 把個股喊到哪裡 不需要這樣 我也不是替主力出貨 我帶會員就是要賺價差 今天回補 不是很漂亮嗎 你看看 8996 不在這裡 雖然不是最低點 但是昨天是開盤空跌停 今天不在這裡 收盤價 是不是 在這個位置 不是很好嗎 可是你知道 市場上8476 到今天8100點 跌了376點 很多很多的分析 告訴你就是多 就是買 會不會賣股票 我為什麼我馬老師 做多我會帶你賣 甚至 跌下來做空 我也會帶你補 這證明我在節目上公開跟你所說的 我馬老師會買也會賣 會空也會補 不是那種死多頭死空頭的 你看到今天的高利 昨天殺到跌停板 今天回補 你看到昨天我公開跟你講 哇兩天12%了 玉金光昨天回補 今天是不是拉上來 甚至還有上禮拜五 我沒有帶會員去放空的振興 有沒有 2105 9點32分 振興 上禮拜五 我說要放空 就是真的在做放空的動作 今天10點57分 市價回補 10點57分 市價回補 有沒有賺這個價差 這一段賺下來 你說賺這個價差 你看到今天收盤 10點57分在這裡 又拉上去 尾盤坐價拉上去 不是很好嗎 關鍵的重點 投資朋友 這個盤式的結構 弱勢股反彈上來 不是真的完全都見底 你不要自己猜 全部都落底了 這個盤式節奏 它是一個弱勢股 彈一下 但是高檔的股票 要進行跳水 我說這個觀念 11月份以來 我一直跟你講 股票跳水 你高檔沒有賣 8476沒有賣 反彈上來 8300沒有賣 你破景線 破季線 你該跑吧 結果很多人跟你講 連記性跌破了 很多個股是跌這一段的 主跌段 這個地方你沒有出 如果你跟著 我在這邊放空 放空 跌這一段的 主跌段下來 同樣一筆資金 價差會一倍 只要34% 價差一來一回 差一倍 這個觀念我解釋過了 接下來呢 我告訴你說 我今天 昨天把玉金光 什麼 把這些股票 有沒有 玉金光 高利 甚至包含振興回補 你看看 昨天回補 玉金光 今天拉起來 8996的高利 今天回補 甚至上禮拜五放空的 振興 今天回補 我要做什麼 我不是馬上跟你講 馬老師要翻多耶 真的這些資訊 你要跟著我做 不要自己猜 我在11月1號 送給大家的 這13檔做頭股票 當初像有華 像金劇科 還記不記得 金劇科做成一個 大的頭部型態 破了上升趨勢線 阻跌段 是不是 破了上升趨勢線 阻跌段 你高檔沒有賣 高檔沒有賣 沒有賣 結果破了頸線 你沒有賣 跌這段跌多深 有華 也是如此啊 這種頭部型態 破了以後 跌一段下來耶 我在11月1號 送給大家200份資料 你都可以幫我做見證 那麼接下來呢 第一檔的股票 我們回補 來 這種跳水股的新秀 頭部跳水股 你看看 盤了一個大的頭部 漲一段上來 盤一個大的頭部 今天帶量殺 收盤破頸線喔 這種頭部型態 破頸線的個股 破頸線 反彈賣點 空點 有沒有 反彈賣點 空點 怎麼把握住這個機會 昨天很多投資朋友 來我們公司電話 抱歉耶 真的 我打開雙手 歡迎投資朋友 這段時間 我能夠幫助大家的 就像這種跳水股新秀 有沒有 能夠幫助你的 這個主跌段 來 讓我來幫你 但是呢 昨天 我說只有一天的 很多投資朋友 早上打電話來 說馬老師 可不可以今天再開放一天 今天可不可以再開放一天 可不可以 今天我再開放一天 但是 只限前五名 前五名 把握 我馬老師 讓我來幫助你 馬上回來 新聚落 PNT百坪垂直森林園 空中樹水中花 大華活躍 2785-0888 曾經頭顧馬分析師 其中火力輕挑嚴選 單股所單章案 其中火力輕挑嚴選 單股所單章案 這直播 進行最線 0227726855 0227726855 馬老師 一位縱橫業界 十六年的名師 散場以股價 心理念操作主流股 懂得順勢掌握 主流大詮釋之變動 其閃亮績效的實戰口碑 以至市場公認的 仕途老馬 告訴你 將股市投資交給他 將自從千檔股票 找尋智寶及避開轉折風險 唯一選擇 速播主流專線 0227726855 27726855 曾經頭顧馬分析師 其中火力輕挑嚴選 單股所單張案 其中火力輕挑嚴選 單股所單張案 這直播自行追線 0227726855 0227726855 555727225 寶貝 528262 529 526 529 529 529 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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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決戰主流 那麼盤式結構裡面 投資朋友你想想看 我剛才特別說明了 今天很多投資朋友 你會看很多分析 在喊多 喊得很用力 大盤從8476到8100點 今天喊多的 8476點 有沒有告訴你調節賣股票 還是一直喊一直喊 反正每一天每一批股票 都不一樣 都沒有關係 繼續喊 總會對的 做分析 做一個老師 是帶會員真的要賺價差 不是這樣子做生意的 8476到現在 今天最低8100點 有沒有 早盤撒下來最低8100點 是不是 8100點 跌了376點 指數跌376點 很多個股跌了一段下來 誰能夠幫你 不是那種每天喊多的老師 那個只會買只會買 只會買只會買只會買 什麼時候賣 你看到過了沒有 我說這個盤式 市場接下來最怕的 不是反彈 是黑天鵝 這種意外的利空 我今天在傳承稿上告訴會員 這種老美全球的洗錢術 他怎麼做 為什麼美國一直提高他的舉債上限 政府這數如果不減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這種情況他們的舉債一直提高 這種利空因素 民國100年舉債過關 道瓊跌了2000點 2147點 台股被拖累1671點 這個是美國的問題啊 不是台灣的問題 但是美國的問題 拖累到台灣的時候 你要不要順勢做 我剛剛不是跟你說嗎 到底是誰在掏空美國 這是很多廣告的次詞耶 誰在掏空美國 美國的債務突破17兆美元 關鍵的重點 點名直接的是美國的赤字 10月又赤字920億 每個月放錢850億不夠耶 這種情形 你看到外資在這個月份 11月份 把台股權重三個指數都調降 三個指數都調降 這個金額有多大 會賣哪些股票 為什麼昨天外資賣89億 今天你看到外資 昨天賣84億 今天賣59億 兩天賣了多少 133億 我剛剛不是提醒你嗎 破季限以後 我告訴你 外資小心加倍賣還 外資小心加倍賣還 這兩個月 買什麼最多 金融股要小心 這種關鍵的內容裡面 我一直提醒你 趨勢是我馬老師的好朋友 我也邀你一起來 當我馬老師 把趨勢當作好朋友 我知道今天盤面上 很多人會講 哪些股票是強勢個股 太陽能 對不對 我在上個禮拜之前的時候 我跟你說過 無錫上得 11月7號 我們賣掉 出問題 對不對 大跌 現在已經停止交易了 太陽能落袋 11月7號 我是不是告訴你 廣運市價全部獲利賣掉 有沒有告訴你 15.15.15 全部附近市價賣掉 賣掉 今天廣運剩多少 13.7 13.7 控盤的節奏 他很聰明 他把市場所有的資金 這種短線資金 趕到太陽能 太陽能有沒有賺錢 10月份的營收 有些是摔退一個 一成到兩成耶 甚至第三季還在虧損的 他把市場資金趕到太陽能 你要特別小心 不要說我馬老師沒有告訴你 11月7號當天賣掉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 15.1附近我賣掉了 後來還15.1盤了好幾天 你都可以賣在15.1附近 有沒有 為什麼我能夠告訴你這些 我不是事後講耶 你今天看到廣運剩13.7 賣掉的時候後面還有好幾天 15.115.1耶 我算很有良心的耶 我帶會員 我會買進也會賣出 甚至賣空以後 疊下來我也可以帶你買回來 帶會員要穩嘛 這個盤式是因為 我有我的操盤模式 不是只看技術面 聽個消息面 然後殺進殺出 殺進殺出 這個整個盤式的邏輯架構 誰能贏我 你想想看 8476到現在 誰是大贏家 我有沒有領先市場 我馬老師有沒有抓住市場的主流 這一段你看到行情跌下來的時候 不要說什麼從11月1號 興趣科有華這些開始講 該請你避開的 有些個股像台會提那些是沒有券的 我請你高檔先賣掉 你是不是賺這個價差 賺了幾十塊下來 你有拿來索取資料的 11月1號你都可以做見證 甚至我說這兩天就好 這兩天我帶了會員去放空的 那個郁金光 有沒有 放空跌停 昨天我節目上公開講 我昨天公開講 我們空郁金光去轉空另外一檔 郁金光回補了 市價回補去轉空另外一檔 你知道是哪一檔牌嗎 昨天12點多過後 壓回來不是收盤跌停板喔 壓回來回補還不是補最低 我跟你講說我獲利回補了 今天你自己看 我昨天節目上有沒有提醒你 不要追空不要追空 負乖離過大不要去追空它 今天漲上來 那麼很多股票 弱勢股反彈很正常 技術面的修正都很正常 不要意外 但是真正是中長期底部嗎 要跟我做不要自己去亂拆 因為就像高麗 我昨天開盤前市價去放空 不要說太遠 市價去放空高麗 空 怎麼會這樣子 昨天空下去就跌停板 有沒有 昨天早盤空跌停 今天空單市價回補 你看看10點52分 10點52分這邊 是不是市價回補 昨天賺跟停板 今天再賺 有沒有賺到這個價差 檯面上這些數字 我不想去講這個獲利數字 獲利數字多少 但是你看我的操作 帶進帶出 今天跌下來我也能夠補 包含上個禮拜 我振興有沒有 去放空的振興 今天我也做回補 為什麼回補它 股票跌一段下來以後 我們再去找這邊剛起跳的 剛破景線起跳的 不是更好嗎 股價如果做對一波下來 34%做對做錯 馬上主跌一段差距 一倍 就像11月1號的有華 新巨科 當初新巨科 是不是破線 94塊8幾路殺下來 當初的有華 是不是破線 做頭部型態破線 這種機會怎麼找 來 今天低檔的補掉 要空這個高檔的 頭部型態 高檔出現 帶量開始殺 甚至另外一檔 仔細看 有沒有 頭部型態 開始破線的 讓我來幫你 我說昨天抱線 感謝投資朋友的熱烈支持 今天我再開放一天 不過只限前五名 只限前五名 只要這樣子 相信我明天見 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平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做好環境清潔 清除積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勒的威脅 回了我的家 就沒有千千萬萬個我了 前景投庫 馬分析師 其中火力 輕挑嚴選 單股所擔張案 其中火力 輕挑嚴選 單股所擔張案 這幾波 自行追線 02-2772-6855 02-2772-6855 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 生活中的溫飽 投資理財 想要的就是 迅速累積財富 前景投庫 聚集股市最負責任的 投資專家 結合心理 籌網 產業 技術各個面向 在信息萬變的鼓掌中 帶領各位殺出重圍 獲利致富 隨便前景 前程四景 速播服務專線 02-2772-6855 2772-6855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大戶主力在哪裡 主力籌碼分析軟體 法拉利贏家 能清楚掌握 大戶主力籌碼 讓您用最簡單的方法 跟著主力 進出股市 輕鬆賺錢 趕快上網查詢 近日主力動向